娱乐圈中的拼命三郎 蔡康勇压力打倒面瘫了 近期康熙来的粉丝们肯定发现了蔡康勇的新大宝 面具 这又是什么酷炫的新时尚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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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这次真想多了 原来蔡康勇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 罹患面部神经失调症 形成面瘫 不过上周末 蔡康勇现身北京出席活动 不仅说话交流有日有余 还大秀厨迹 包起意大利饺子 从现场状况看 除了有点大小点外 面团问题已经基本恢复 那这个脸部的发力是什么原造的 中医的立场都觉得 即使你被风吹到都会发生 可是西医是认为压力太大 或者是太疲倦 要说压力大 作为第50届金马奖典礼主持人的蔡康勇 同时还担任了金马奖 决选评审的工作 创下金马一试新纪录 身间重任她的确是太过繁忙 这次金马奖50周年 然后史无前例的就是决选的评审 跟主持人是同一个人 可是我压力很大 是因为典礼当天 就是开决选会议的时候 所以万一决选们僵持不下 开到了晚上六七点 然后我就要狂奔到现场 就会上台主持典礼 那个对我来说是 第一次有人面临这样子的压力 你